只为寻找儿时记忆,挖起来真刺激 老外来到自家的仓库,里面有一个小翘翘板 他试图站上去保持平衡,但每次都坚持不了几秒钟 于是叫来自己的好友,每个人发一个 看谁坚持的时间长,大家站上去都像螃蟹一样 左右摇摆,成绩最好的一个坚持了两分钟 是别人难以超过的记录 接下来他们提高了挑战难度,摆放了两个滚筒 刚刚站上去就掉了下来,恐怕只有专业的杂技演员才能玩得转 过了一会儿后,几人开始点餐 吃饱喝足他们终于开始了今天的重头戏 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大大圆筒 然后再抬来厚厚的木板,巨大的敲敲板便制作完成 光是站上去都要好几个人扶着 挑战开始,他先站在边上,结果还没跑到中间就失去了平衡 这波操作实在太难,于是改变了方式 站在正中间,然后慢慢往旁边走 依然快速失败,只好一动不动保持平衡 不过这枪桥板是真的好玩 几人跑来跑去,玩得不易乐乎